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生丙武,怡丑,吉卯 这个女生他就说 很多人预测 今年跟子年会有婚姻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说今年一定是铁定不可能了 他为什么会被人家判断说 他在今年会结婚呢 最主要就是很多人的一个依据 叫做天河地河 你看他日注乙丑 流年庚子 刚好怎样乙庚合之丑合 所以就认为说这一种是一种结婚之相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很多情况都不会发生的 因为还是要回归 最基本的五行流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他的一个八字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几土生 庚金 生 润水 克冰火 所以他的庚金出现了 他的官允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他的地支呢 只丑一盒 他一样 无火 各位 所以他地支的官 他是受伤的 他并没有被获救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天干的官有 地支的官是消失的 他顶多是表象桃花 表象桃花 来讲的话就是 表面有桃花 可是实际上呢 你说要讲到结婚 那基本上就很难 你要让这个官 能够复活 他才是真正的好 那来讲的话 他要复活 第一个 把五火 合走 用卫 再来火生土 来生金 那就是成 最后再来一个 交往他 也就是说 他基本上 就是卫 土 还有生 这三个 对他是有利的 因为子 被抽土合住 无法产生作用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当然 他的一个桃花的现象 他当然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就说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什么 术语 天和地和 会有婚姻 可是实际上 你看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就是怎样 没有正确的一个五行流通 我们一直常常在强调 要正确的五行流通 也就是说五行流通以后多变少 少变多的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状况 并没有 符合这一种条件 所以自然而然 当然他在 在这一个情况下 他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 婚姻的 同样呢 明年是不是又辛丑 辛丑来讲的话 丙辛丑 天干又没有官了 而且他官还被合掉 那合就是 被克而已嘛 那地支呢 还是一样啊 火土 无火来生 来克生金 所以 还是要破官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其实呢 在他的一个 官运里面 他的这个八字 天生 他这一边就是一个弱项 要如何解决这个弱项 才是真的 要如何解决 我所画出来的 五火跟申金之间的仇恨纠葛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点 各位 那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会是以这个为主要的依据 当然 流年 来讲的话 他就要把握 那假如最好是一个大运给他嘛 给他 可是呢 各位你会知道啊 他是女生 他又是养女 他逆推 他下一注他也碰不到啊 他也碰不到啊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他就只能够把握住 流年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都说过 流年时间很短暂 所以像他这一种的 就必须 怎样 在很短的时间以内 他就可能要 要决定他要不要有婚姻 不然的话 只要一拖 各位这些都不是连续性的 这不是说连续两年 很可能一拖 哇靠 又要等好几年了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